人生在世,世界什么模样,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,一个人的价值,取决于你的追求和心态。 一切的美好愿望,从来不是在等待中得到的,而是在奋斗中争取的。 如果你不努力,那就永远不会有人对你公平,只有你努力了,你才能掌握资源,掌握话语权,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。 而你努力的程度,取决于你早起的程度。 在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下,很多人看多了励志故事,误以为熬夜就是奋斗,殊不知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,从来都不是晚睡,而是早起。 一、成功人士都有早起的习惯。 真正厉害的人,他们从不熬夜通宵拼命,而是用早起的方式打开心的一天。 苹果执行官蒂姆库克,每天早上三点四十五分起床,一直工作到深夜,每天第一个到达办公室,最后一个离开。 一份首富王健林的行程,在微博曝光,广大网友惊呆了,凌晨四点起床,果然小目标不是说说而已,人家那么有钱是有原因的。 三星董事长李建锡的上班时间,比员工早半个小时,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到了办公室。 李嘉诚一直保持早起的习惯,无论每天多晚睡,第二天早上六点一定会准时起床,听新闻,打一个半小时高尔夫,八点前到办公室工作。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早上四点起床,百度李彦宏每天早上五点多被机会叫醒,新东方创始人于敏洪六点起床,地产名人潘石屹六点起床。 国外学者曾花费五年时间,研究了177位白手起价的成功人士的日常习惯,99%的成功人士都有早起的习惯。 开挂的人生,谁敢说和早起没有关系呢?一个人对待早晨的态度,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,所以如果你总觉得自己过得碌碌无为,不如先从早起开始吧。 二,早起养生第一秘诀。 如今熬夜,通宵,晚起,大家习以为常。 太多人陷入晚上睡不着,早上起不来,第二天又后悔,昨天睡太晚的死循环中。 长期不规律的生活,以及凡乱交际的心态,使身心受着双重折磨,疾病也随之而来。 有一段时间,作息特别混乱,直到有一天身体发出了抗议的信号。 这让我顾不上没完成的工作,立马倒头就睡,第二天清晨六点就自然醒了。 让我惊讶的是,早上六点起床,不仅没有丝毫困倦,还让我整天都精神饱满。 2017年,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研究主题是人体生物中研究结果显示。 当人们的生活方式总和生物中作对时,人们患上各类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增大。 如果按照生物中规律早睡早起,身体的免疫力就会增强,生病的风险就会降低。 无独有偶,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结果也发现,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, 习惯早起的人不仅能在一天的工作生活中表现出更好的状态,身体更健康,也更容易在生活中感到幸福。 以往孙思苗在千金一方中,早就明确提出厌恶而早起,把他作为重要的养生经验传给世人。 曾国藩说,早起为养生第一秘诀,能够早起的人一般都会早睡, 而良好的作息规律可以帮助人体增强免疫力。 三,早起去堕第一药义。 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弟弟,要想去掉堕字,以早起创为第一药义。 他又说秦字功夫,第一轨早起,我们常说要修身自律。 我想首先要从秦字开始,以秦制堕,以秦制庸,以秦天下无难事。 秦分对做人诚实起着关键作用,所以我们要想培养秦分的好品质,就要先从早起开始。 早起改变的不只是你的精神状态,更能拉开人与人间事业的差距。 作家蒂姆·费里斯曾在书中提及了一位曾任美国海报突击队的指挥官,杰克·威林克。 他把威林克请来自己的家中访问,并住了一个晚上。 第二天一早,费里斯醒来,发现威林克不见了。 后来他找到威林克才得知,他在突击队时,就养成每天必须四点四十五分起床,直到现在费里斯不解。 你现在都不在突击队了,干嘛还坚持早起? 威林克说,在部队时,总觉得某个敌人在等着我,所以我要比他早起一些,虽然现在不在军队,但意想到有那么多的竞争者。 当我醒来,他们却在熟睡,我就有种莫名的优越感。 威林克的优越感,源于他用早起挣得了更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工作,而就是这部分的时间,使他和别人拉开了差距。 他经营的一家咨询公司,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 威林克的这种精神,还影响着许多美国人,他在推特上组成四点四十五分俱乐部早起打卡,一个人连早起的惰性都克服不了,还怎么去战胜生活中一个接一个的艰难困苦呢? 前NBA篮球巨星科比接受记者采访时,记者问他成功的秘诀,科比说, 你见过早上四点钟的洛杉矶吗? 大多数人没能克服惰性,不能养成勤奋早起的习惯,而他们也会与成功擦肩而过。 曾国藩说,借朵末如早起,如果你想要变得更好,你就需要下定决心改变自己,从哪里改变自己,不妨就从早起开始吧。 四,早起可以震刷精神 传家宝说,人至清晨,精神倍佳,此时读书,大有敬意,此时做事,即有功劳,矿家类杂事,有需早办。 早起能使细胞保持长久旺盛的活力,进而大脑能够灵活自如地指挥全身各部位进行正常的工作。 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一直坚持写作,几乎每年都有新作品问世,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,靠的就是他长期早起的习惯。 村上春树每天早上四点半就起床,不用闹钟,到点就醒,而且早上起来周围比较安静,无人打扰,他能一鼓作气,在电脑面前写上五六个小时,工作效率也比平时高得多。 他起床时,从不泡咖啡吃点心,而是立即进入工作状态,从不拖拖拉拉,早起除了让村上春树养成了做事不拖延的习惯,还让他练就了一副好身体。 写作完成后,村上春树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跑步,他坚持早起长跑三十五年,把自己从一个大烟鬼变成了身体健硕的生活家, 为自己的写作事业提供了支撑,能够控制早晨的人,方可控制人生,村上春树用长期的早起,迎娶了自己想要的人生,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。 我曾经有一位同事,是名副欺人的睡不醒人,因为晚起,他有时遇上重要的会议,也是这急忙慌的冲进会议室,结果因为没有提前准备,状况频出,更糟糕的是, 因为晚起,所有的事情都不得不往后推,他只好每天晚上加班到深夜,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,第二天依旧晚起,如此往复,恶性循环。 曾广闲闻有言,早起三光,迟起三慌,早上起床早,有充足的时间,把该办的事情料理妥当,起床晚容易手忙脚乱,把该办的事情落掉,慌慌张张。 实际上,早起后的两个小时,简直是学习工作的效率高峰期,在现在这个时代,干扰是最大的时间偷手,在早起后的两个小时,就着手当天最重要或最棘手的工作,先把难啃的骨头啃掉。 这一天接下来的时光,你就能无比轻松地完成了。 曾国藩说,早起可以振刷精神,成就感所带来的愉悦心情,就是你源源不断地自信来源,良性循环地开挂人生,从此打开。 五,早起居家过日子的根本。 早起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习惯,更应该是一种家风,在中国的各种家训中,都有早起的说法。 珠子家训开篇,就告诫子孙,黎明及其,撒扫听楚,要内外整洁。 这样看似朴素简单的文字,凝结着中国古人治家的智慧。 从我记事起,我母亲每天都是黎明及其,撒扫听楚,打扫好了房屋庭院,接着去离家两里远的井里,挑三单水,把水缸灌满。 每天早上,母亲都是村里第一个去井里挑水的,接下来母亲饲养家勤家畜,烧火做饭,每天这些事情办理妥当,天才蒙蒙亮。 在母亲早起家风的深深影响下,我们兄弟每天都是早早起床。 记得我小时候早起读书,天都没亮,都要点灯学习。 即使我们兄弟已经成人结婚,新媳妇们也没一个敢睡懒觉,每天也都是早早起床。 早起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小节,无关大局,而母亲却把他当成勤劳持家,断链意志的头等大事。 正如曾国藩在《至家歌言》中所说,居家以不厌其为本,就是说早起是居家过日子的根本。 曾国藩说,曾家从曾高祖父开始,就有早起的家风,曾祖父,祖父,父亲都是天还没亮就起床。 自己为了传承先任的家风,也坚持早起。 曾国藩一辈子坚持早起的习惯,他在家书和家训中,多次谈到了早起的重要性和好处,并告诫子孙后代一定要早起。 曾国藩写给儿子书信中说,你已经成人结婚,也应该以早起为第一要事,尽力去做到,然后让你的新媳妇也尽力去做到。 曾国藩甚至说,看一个家庭兴衰,只需看子孙有没有早起的习惯就可以了。 假如子孙们睡到太阳都已经升得很高的时候才起来,那代表这个家族会慢慢懈怠下来, 不仅曾氏子弟就是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将领,无不深受曾国藩早起的影响,成为当代的精英人物。 曾国藩子孙后裔能人北出,兴旺昌盛,想必这与曾氏一门早起的家风不无关系。 一日之际在余晨,当你还在睡梦中纠结赖床十分钟还是五分钟时,那些早起的人早就开启了精彩的一天。 早起是很多事情的引子,当你养成早起的习惯后,你会发现,你很容易往早晨的时光中添加运动、学习、高校工作等这些好习惯。 有人算过一笔账,如果每天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,一个月就能多出三十个小时的时间,一年就能拥有三百六十五个小时。 当你把这些时间用来看书,一年至少可以看完七十本书,当你把这些时间用来学习新技能,不愁不能精通。 真的好好算一算,你才会发现,早起的人生转翻了,开挂的人生从早起开始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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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Hem采篇 阅为中文字 订阅 订阅 3 Hem采篇 匹文人 介绍 一起期li音 bij